幫你找一下有沒有洗腎科專線在後面 這個我全村子裡面來煮 都不會煮成這樣 沒那麼快吧 你才碰到嘛 這個連湯匙上面都是鹽巴 是不是 熊哥一定覺得說 哪有鹹 鹽給我們看 吃什麼 有一個是好吃的炒蛋 炒蛋 兩個是 那沒有錯的話 應該裡面會有顆粒狀 一定會有顆粒狀 講好 先講清楚 一定要咀嚼之後吞咽下去 我們先看老鮮角 莊瑞熊 熊哥你先 要整腿喔 他為什麼會定格 對啊 這是什麼回事 你也能一腿吃下去啦 你要一腿嗎 要一口吞啦 要緊張住 感覺吃很久 我幫你找一下有沒有 喜盛科專線在後面 剛我輸咬 熊哥演得很內斂 其實 他演得算厲害 就是完全沒有透露 應該讓人不好猜吧 蘇文軒 唉唷 一大口 一刺桿 不要搓 感覺就很有氣魄 你很雞派的 你吃得很痛 這個真的有鹹 哪一次沒有鹹 你現在在眼睛壓 我哪一次沒有鹹 超鹹 今天又更厲害了 我幫我們看準備 真的好恐怖喔 你有咖啡嗎 你有咖啡嗎 沒有嗎 我會咬你的糖 我自己在咬的時候 都聽到 咔啦咔啦的聲音 糖啦 唉唷 這三個滿厲害的喔 不好選喔 莊瑞熊嗎 還是 妳猜誰 童孟凱嗎 妳猜誰 沒有一定啦 大陸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誰猜 你那麼難得來 對啊 在這裡最小卡 好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莊瑞熊獲得是卓文軒 唉唷 翔軒是因為他演得太 有點太誇張了 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吃到 然後故意演得很誇張啦 誇張啦 看誰你覺得 就是他學生做他的演技 不誇 我的想法竟然跟他一樣 我也是選這兩個 10 你認識誰 9 我的想法竟然跟他們兩個一樣 喔 真的喔 你也選他們兩個 來 最後種你決定 沒有啦 我是不知道 因為你們兩個這樣講就跟著講 那我還是要選一個啦 1 選一個 好 時間到 請給答案 你選 然後我去吃 這樣好不好 喔 有氣風 可以嗎 舉雙手贊成 你去吃莊瑞熊的 我吃莊瑞熊的是 我覺得你故意要把我推去吃一下 手都在發抖了 真的 你冷靜 我吃了 來 哥 你先上路吧 猜錯了 你說你村裡面的人煮 都煮不出來這樣 我 不是這樣講 我說我村裡面 隨便找一個人來煮 都不會煮成這樣子 沒有味道 真的 都好吃 贏了 原來我們是猜對了 真的好準喔 可以試一下鹹度 你不用全部吃喔 一點點就好 等一下 一下個就好 沒那麼快吧 你才碰到我看是不是 不是 這個連湯匙上面都是鹽巴 你怎麼太鹹 他怎麼從湯匙開始鹹啊 這太扯了啦 這真的很難言 妳就這樣 很難言吧 很難的吧 對不起 玄瑞 你剛剛沒有那麼浮誇 不好意思 真的很難 真的很鹹喔 而且真的有卡拉卡拉的聲音 我咬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收音都會收進去 好 你現在很想喝點飲料 節節鹹對不對 後面有 你們被抓到了 後面有 在你後面 後面有苦茶 來 這三杯 大家一人一杯 剛剛真的心裡面就覺得 熊哥一定覺得說 哪有鹹 鹹在哪裡 你給我理好 張瑞熊先生 來 這一水 這是什麼 哪有酒過 這個不用演了 當明代之後 第一次喝到下的東西 我到現在還在鹹耶